不良熊孩子到处沾浇水 惹怒流浪精神病 最后被浇水封住五官直接窒息身亡 这天我刚下班回家 发现小区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 我急忙凑了过去 只见担架上躺着我们小区臭名远洋的熊孩子 眼睛鼻子和嘴都被浇水封了起来 故事是这样的 这个熊孩子在小区是出了名的招人团 前两天熊孩子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用浇水沾住嘴的恶搞视频 顿时来了兴趣 他立马跑到小区超市买了几瓶强力浇水 然后趁着没人 直接将浇水投在了我家防灶门的锁眼里 然后躲在暗处观察 没过多久 刚刚下班回到家的我 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将钥匙插进去 嘿 真是奇了怪了 我低头一看 只见钥匙孔内沾满了已经凝固好的浇水 我真他妈服了 谁这么缺德堵我的锁眼 忽然熊孩子嘻嘻哈哈的走了过来 哈哈哈哈 回不去家了吧你 是我用浇水堵住了你的钥匙孔 没想到吧 说完熊孩子便一脸满足的溜走了 可当我找到熊孩子家长时 熊妈一脸的不屑 他就是个孩子 以至于找上门来吗你 再说了 他说是他弄的就是他弄的嘛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他涂的了 我们家孩子最乖了 没准是他看见别人涂的 觉得好玩才这么说的呢 行了 事情就这样 你赶紧拿凉快拿待着去吧 别再来我家了 说着便蹭的关上了门 真行啊 见过不讲理的 没见过这么离谱的 真是早没到家了 而我也只能掉开锁工夫 换一把新锁 这天熊孩子依然在小区里 寻找作案对象 突然他发现不远处 有一个衣着 破破烂烂的流浪汉 这个人身上怎么这么脏 以前在小区里没见过他哦 肯定是个坏家伙 我得好好惩罚一下他 等到夜里 熊孩子趁着流浪汉睡着 直接将胶水涂在了流浪汉的嘴唇上 然后一脸得意的拍打流浪汉 快醒醒 快醒醒 你变成哑巴了 快醒醒 流浪汉直接就被吵醒了 但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来话 快说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来到我们小区 给你三分钟时间回答我 不然我就惩罚你 此时流浪汉因为说不出话 非常惊恐 情绪也变得异常瓜狂 而熊孩子还在那得寸进尺 时间已经结束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惩罚你了 说着熊孩子也拿着胶水 又在流浪汉的脸上涂来涂去 可已经近乎 疯狂的流浪汉哪还能让他放肆 直接反手就把熊孩子按在身下 拿着他的胶水 就在熊孩子的眼睛鼻子 还有嘴上都涂了一个遍 胶水很快就凝固了 熊孩子发现自己的眼睛睁不开了 瞬间就慌了 而他越慌呼吸就越快 直接就把鼻子和嘴上的胶水风干了 慢慢的熊孩子呼吸不上来 一时间大脑缺氧 直接晕了过去 见此情景 流浪汉则是一脸不屑的逃走了 等到第二天 熊家长发现的时候 熊孩子的脸已经白了 浑然没有一丝血色 身旁还放着他那引以为傲的强力胶水 过了几天后 鼠鼠们在隔壁的小区 发现了当时的流浪汉 经过了解 流浪汉是隔壁县的精神病院里 走丢的一个资深精神病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 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 造成的危害结果 经法律鉴定 是不负行事责任的 熊孩子学电视情节 追导五个月孕育 最后还把自己给顿了 这天我去朋友家串门 刚到他们小区 就发现楼下围着一群人 还立着一口大锅 旁边躺着一个浑身湿淋淋且 散发着排骨香味的熊孩子 都是你的错 平时非要惯着他看电视 现在倒好 自己把自己煮熟了 后悔都没有用 女人不说话 只是一个劲的在内部 后来经过了解 这个熊孩子在他们小区并不太出名 每次看完电视 他都要想办法证明一下 这天 熊孩子的妈妈家的小姨的三舅的二表姑 来到熊孩子家做客 好妹妹 肚子都这么大了 这得有五个月了吧 是啊姐姐 已经五个多月了 马上我就能当妈妈了 忽然熊孩子蹦了出来 走到孕妇跟前 直接将他踹了一个跟头 一时间一大片血水流了出来 孕妇也疼晕了过去 麻辣个蛋的 你个小赛子玩意 干嘛推我老婆 你家孩子 你不好好管管 要是我儿子没了 我跟你没完 好了好了 先别着急 宅宅 你为什么要推你阿姨啊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事不对的 此时熊孩子一脸开心 妈妈 我刚刚看到电视上 岳父被推倒了会流产 我以为是假的 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妈妈 我是不是很厉害哦 听到这话 男人当场就爆发了 二话不说 就给了熊孩子一顿胖揍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最好祈祷一下 我媳妇和孩子没事 要不然 我跟你家没完 好在最后孕妇没什么大事 只需要好好修养孩子 还是能顺利生出来的 本以为这件事 能给熊孩子家一些教训 可熊妈依然支持 熊孩子多看电视 你看咱们家仔仔 学习能力这么强 要我说就该让孩子多看看 多学学 虽然上次是一件悲剧 但要是是反过来想 万一仔仔学到的是救命的知识 那我们家仔仔以后 肯定能取得很高的成就啊 有了熊妈的支持 熊孩子天天就坐在电视跟前 这天熊孩子在电视上看到了 几只羊和几只狼的一部动画片 随机熊孩子便凑齐了周围邻居家的小孩子 嘿嘿嘿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好玩的 人越多越好 一会大家按我的指示做 最后我请大家吃烤肉 随后熊孩子不知道 从哪里搞来一口大锅架在了楼下 一下子就跳了进去 好了大家按我刚刚的指示开始行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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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有的小孩子拿着柴火 有的小孩拿着水桶 分别在这边添水加柴 大哥哥 我们按你说的都做完了 记得晚上给我们家送肉吃 随后几个孩子便回家去了 没过多久 锅里的水越来越热 熊孩子自己玩得不易乐 这种感觉怎么这么熟悉 就好像在游泳一样 完了一会熊孩子就累睡着了 等到他再次苏醒时 发现水越来越烫 只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 他想出去 但无论如何胳膊也抬不起来 甚至连大喊救命的力气都没有 又过了一会 一个刚吃完饭准备去跳广场舞的大妈 路过了这里 嘿 紫碎甲仔的炖肉呢 还挺香 本想捞点便宜的大妈 刚想喝一口汤 突然熊孩子便服了上来 直接给大妈吓了一跳 妈呀 紫碎甲孩子啊 择死祸没祸的啊 这时熊妈刚走到楼下 准备叫熊孩子回家吃饭 仔仔你在哪呢 该回家吃饭了 突然他注意到站在锅前的大妈 大姐 你看到我家宰宰了吗 饭都熟了半天了 还没回家 话还没说完 走到锅旁的熊妈直接傻眼了 她知道这几天熊孩子 在看几只羊和几只狼的故事 只是没想到 到头来熊孩子炖的是自己 而熊孩子自此也一战成名 不良熊孩子往楼下扔板砖 被黄姑大哥疯狂暴咒 最后被洗衣衣吞噬直接凉凉 正在制作视频的我 居然被楼道里的吵杂声打断 我打开门一看 发现邻居家的门口被围的水泄不通 门口还放着一台洗衣机 不一会 只见急救人员抬着一个口吐白沫的熊孩子走了出来 熊孩子在小区是出了名的坏 身为邻居的我也是经常能得到他的光顾 前几天下班回家 我刚刚走到楼下 只见不远处一块巴掌大的砖头掉在了大哥的面前 地面都被砸了个洞 我朝上面一看 隐约看到了一丝熊孩子的身影 哥们的 又是这个熊孩子 幸亏我命大 要不然今天见不到晚上的月亮了 随即我和他便叫着物业和小区保安 找上了熊孩子家 你好 这位先生刚刚在楼下茶边被逆夹的孩子打倒 旁边这位先生拭目急着 你科普可以稍微关脚一下逆夹的孩子 要知道高空跑步是非常危险的 消失后楼时经常搞出我们 以知顶尖打得粪鼻透都能发人杂死 何况是这么打快的转动呢 此时熊孩子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仔仔来 妈妈问你 你是不是刚才朝楼下扔砖头了 熊孩子一脸惊恐 好像是扔了吧 行 妈妈知道了乖儿子 扔了就扔了 说着熊妈又走到了我面前 我记住你了 随后熊妈上下打量了一眼 旁边的大哥 就是你差点被砸死 对啊 当时那块比脸还大的砖头 离我的小脑袋瓜 就差那么零点0001厘米 我差点就让你家孩子开腰了 而熊妈也是一脸的不在乎 你现在这不好好的梦 又没有真的砸到你 你至于这么大张旗鼓的找上门来吗 都吓着我家孩子了 我当时就是一惊 不是 我说大姐 我刚刚差点就壮烈牺牲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嗨我是什么意思 明明没砸到人 你们还找上门来 摆明的就是想坑我的钱吗 看你长得这雕丝样 没事赶紧回家洗洗睡吧 你们这么多人站在我家门口 会吓到我家宰宰的 见熊妈给自己撑腰 熊孩子立马就开始叫嚣了起来 就是就是 臭雕丝 我怎么没砸死你 听到这本 就刚死里逃生的大哥 瞬间就急了 行 你家孩子 你不好好管事吧 我来帮你管 说着大哥 一个大跨步便拎起了熊孩子 直接给他来了个三百六十度落地摔 熊妈直接就被吓猛了 管好你家孩子 要不然下次 我直接让他投胎 还有 英雄可以受委屈 但你不能踩我的切尔西 说完 大哥便潇洒地离开了 这件事过后 熊孩子刚老实了几天 立马又想着作死了 这天 熊孩子集合了小区里的玩伴们 大家跟我回家一起玩捉迷藏吧 我家更安了一个超大洗衣机 能藏好几个人呢 随后 这一行人便来到了熊孩子家 你数一百小奶抓我们 要是你能找到我 我就奖励你跟棒棒扛 对了 不能离开我家哦 说完 熊孩子第一时间就跑到了厕所 一下子就藏进了洗衣机里 此时正在数数的小孩也快数完了 三十七 四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你们藏好了吗 藏好了我要来抓了 可接连找了几个地方后 男孩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哎呀 我不玩了 我要回家吃饭去了 另一边 熊孩子等的都睡着了 此时熊妈将要洗的衣服 一股脑的直接塞进了洗衣机里 并按下开关 就出门了 过了几分钟 熊孩子只感觉天旋地转 一下子就惊醒了 可此时洗衣机内已经涌进了大量的水 熊孩子拼命的想要逃出去 可无论如何也推不开洗衣机的门 没过多久熊孩子便没了力气 绝望地待在洗衣机内 过了一会 熊妈也从外面回来了 时间刚刚好 正好衣服洗完了 可当熊妈来到洗衣机前 一下子就压麻呆住了 儿子 这不是给你洗澡的地方啊 只见洗衣机里面除了已经洗干净的衣服 还有一个口吐白沫的熊孩子 等到急救人员赶到时 熊孩子已经完全没有了 就是希望 哎 你这个当母亲的太不负责了 孩子早就在里面窒息了 根本没有抢救的可能了 就这样 熊孩子被自己引以为傲的洗衣机 直接带走了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